占英格 dj 作词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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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曲余 胆痴 云轨 云灰间 亦是匆匆数年 多少恩怨 亦是过往余年 时光如点 紧握手中长剑 一生长笑 熬离天地之间 心无捏 不叹红颜 对愁眠 故事愁不断 江湖园 人心线 善恶自在心间 长剑向前 让蝉梦醒或燎原 我问明天 纵然前路再多别 英雄阴云 苏长江东不不变 谁来相见 相识已消失恩怨 我问明天 纵然前路再多别 英雄阴云 山江东不不变 我问明天 纵然前路再多别 谁来相见 相识已消失恩怨 那真是太好了 你们可以一起结伴同行前往京城了 一路上也有个照应啊 时公子 你肚子也该饿了吧 来 我扶你起来去吃点东西吧 红姑娘 谢谢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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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公子 你要一起吃点吗 对啊 来 我不饿好了 不饿 你们啊 慢慢吃 慢慢吃 大哥 你慢走啊 慢点儿 慢点儿 来 红姑娘 怎么了 红姑娘 有劳了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时公子还有什么事吗 我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 我就是想问姑娘 为何要居住在这山山之中的 我和我爹已经在这山山之中 居住好多年了 我爹本是将军 退隐之后就带我来到这里 这十多年来 我们家里 还是第一次有棚子也方来呢 不知道 时公子家中还有些什么人哪 我娘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只有我和我爹相依为命 红姑娘 这次能跟红姑娘和伯父结识 实在是俊卿的荣幸 希望以后你们能赏脸 到寒舍去坐坐 让我也尽记地主之仪 公子 此言当真 那当然了 那一言为定 太好了 这当然好了 爹 红伯父 时公子有伤在身 不必多礼 锦鱼啊 我想啊 时公子伤势还会痊愈 这不他们又要去京城赶考 路途遥远 爹下 让你陪二位公子一块进京 你觉得如何呀 真的 爹的想法和女儿不谋而合 女儿正有此意呢 真的吗 可是红伯父 这样会不会太麻烦红姑娘了 人长大了 总是要出去历练一番 老夫只恐小女刁蛮任性 给公子添麻烦才是啊 不会不会 只怕是 我们给红姑娘添麻烦 爹 那我去准备一下 静静路上要用的东西 好 十公子 来 坐坐坐 十公子啊 刚才无意听到 十公子家中好像还有一位老妇 嗯 不错 父带母职 岩父兼慈母 确实不容易啊 令尊能将十公子培养成一位 温文尔雅 满腹金轮的公子 一定很辛苦啊 其实要说起辛苦 红伯父 您就更加让人敬佩了 此话怎讲 我听红姑娘说 尊夫人早逝 红伯父您隐居山中 还能将红姑娘培养成一位 亭亭玉立 温柔贤惠的姑娘 这实在是更加难得啊 十公子 已言重了 不知十公子对小女印象如何呀 十公子 但可直言无妨 红伯父 那我就直言了 红姑娘秀外惠中 文武双全 而且又心地善良 在下 对红姑娘的印象非常好 好 十公子 老夫啊 是个山野村妇 若是公子不嫌弃 老夫 有意将小女许配给公子 真的 小女对公子也甚有好感哪 老夫相信自己的眼光 十公子 你一定是一个能够托付终身的良人 就不知公子你的意思是 好 岳父大人 请受小婿一拜 好 好好好 来 快起来快起来 好 贤婿你快起来 你还有伤在身 来坐 那老夫就先与你定下这门亲事 待贤婿踏日金坊提名 功成名就之时 贤婿先回去秉明令尊大人 再挑个黄道吉日来迎娶小女 如何呀 会的 孝氏一定会的 多谢岳父大人成全 好 快要给借喜 神啊 comfortable home 愛 你 不相忘 不分散 陪你 到永远 为你修行 忌度轮转 把明月也为你 轻轻翻身 剪不断的红线 十几年过去了 还是没有找到陆元帅的娘子和儿子 洪康啊洪康 你能驰骋沙场 可是 让你找个人你都找不着 爹 你们来了 洪伯父好 洪伯父好 爹 您刚刚怎么在叹气呢 是陆伯父有来信了吗 是啊 靳云 怎么了 是我爹的一个上司 一个元帅 他和他的娘子儿子失散了很多年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呢 哦 没找到 没找到 就是找不到啊 爹 您那时候在洛阳拼命地找 我记得当时挣那盗匪 您说他的娘子和儿子 是不是为了躲盗匪而逃跑了呢 也许他们逃到京城了呢 你是说京城 洪伯父 我们此行就是要去京城 他叫什么名字 说不定我们还能打听到 他的家人的嫁落了 嗯 嗯 这 唉 算了算了 还是算了吧 你们是去赶考 哪儿与心思找人呢 找人的事情 还是交给伯父好了 啊 你们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伯父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何以特地前来跟伯父拜别 然后就准备启程上路了 啊 要一路小心啊 我在这儿 祝郡卿和御郎 都能荆榜提名 多谢伯父吉言 好 好 好 靳云啊 嗯 一路要好好照顾他们 知道吗 爹 我是陪他们去京城 您怎么把我当成他们的丫头 使唤了呢 哈哈哈哈 你呀本来就是个丫头 啊 投气的丫头 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 那 伯父 那郡卿就先告辞了 好 一路小心 爹 那我要走了 嗯 好了 去吧 一路小心 伯父 我们先告辞了 好好好 一路小心 您等待 照元帅所说 她的两个儿子 也应该跟郡卿和御郎 一样大了 哎呀 陆夫人 你和孩子 到底在哪儿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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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端端的你叹什么气啊 我看到如此繁华的景象 就想到当年我们老家 也是如此繁华 只是现在 无是人非了 小语啊 繁华都是过眼云烟 你我如今已是修道之人 还提起这些干什么 公子所言极是 公子 我们现在到了京城 那我们该如何去找 何月仙的下落呢 我们当然是一边打听 何月仙的下落 一边济世救人 该怎么做呢 你说呢 那我们就按照以前的方法 行医问卦 这样就能结识更多的人 好打听到何月仙 到底在什么地方 行医问卦 这个好啊 公子 那我们现在就去准备一下吧 走 走 这位大爷 你赏点吧 没有没有没有 大爷赏几个钱吧 没有没有 走开 京城可真是热闹繁华呀 怪不得我爹每次来都流连忘返 非要在这住上一两天呢 这回我可真开了眼了 这京城啊果然是热闹非凡 京云 你也是第一次来吗 好 嗯 嗯 嗯 俊青 哦 大哥 我们何不先找间客栈 歇歇脚呢 也好 好 走 走吧 哎 哎 这位公子 行行好 赏几个钱吧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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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气婆 你要干什么 啊 俊青 你没事吧 哦 我没事 大哥 等一下 抱歉 大娘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对不起了 公子 大娘 这些碎银子 你先拿着 拿着 拿着吧 谢谢 谢谢了 还好吧 郡亲 锦鱼 郡亲 我们别再理那个老乞婆 走吧 好 走吧 让开 让开 郡亲 你看 这个是什么 这位公子 行行好 赏几个钱吧 干什么 干什么 闪开 这位公子 赏几个钱吧 闪开 行行好 赏几个 让开 行行好 行行好 这位公子 省几个钱吧 肉脏又臭的 去去去 跟老的同一关去 谁敢拿路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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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乞丐婆挡路 小子正要赶得走 可是 屈屈乞丐婆 竟然挡住本小姐的去路 前护卫 在 你就让她尝尝疲鞭之苦 是 慢着 你究竟是何放生生 有本事出来让我们看看 不要躲在轿子里面欺负人 哎呀 郡亲 小心祸从口处 你是什么人 胆子可真不小 敢用这种口气跟我们小姐说话 原来只是一个蛮横娇纵的姑娘家 我还以为是什么公主出巡呢 好大的架子 你敢出言不训 小春 我们走 是 快走 走 郡亲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就这样贸然出头 我怕会惹什么事啊 大哥 就算他身世显赫 他这样飞扬跋扈 我就是看不下去 大娘 刚才吓着你了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姑娘 谢谢你 你真好 哎 景云 那位大娘 她没什么事吧 哦 她说只是一些皮外之伤 没什么大碍 哎呀 郡亲 你就是太热心了 这天也不早了 赶紧找间客栈吧 嗯 那我们走吧 好 走走 爹 老爷 宝贝女儿 嗯 你回来了 来来来来 坐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出门 玩得还愉快吧 太师 您有所不知 刚才我们回太师府的途中 在路上 遇到一个乞丐婆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而且小姐她 还受了委屈 被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骂了一顿 什么 小春 有这种事 竟然有人敢骂本太师的掌上明珠 她是不是活得不带烦了 就是 小春 知道是什么人吗 嗯 不知道 看她的行囊和行头 这个人 应该是晶晶赶考的秀才 考生 哼 这一次 她铁定是大难临头了 本太师蒙皇上的圣意 命为此次科举的总考官 我倒要瞧瞧 是谁如此大胆 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 爹 其实也没什么 你可别为了女儿 依次废宫 买没了人才 瞧瞧 瞧瞧 明明是我女儿受了委屈 却处处为为父着想 好 你也知道了 今天你也很辛苦了 早点歇息吧 那女儿就先告退了 小春告退 再过两天就是苛口了 希望荆轲能够出现人才 让老夫择一个成龙快婿 小姐 小春 你先下去吧 待会用晚膳的时候 再来叫我 是 我瞧我 师父 嗯 你来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师父 突然未辱失秘 来 莫愁 为了为事的伤 真的辛苦你了 有道士 弟子扶其劳 这些年 师父教徒儿 这么多的武功和法术 徒儿 去取一些同男同女的精魄 也是应该的 不过身在京师 多有不便 为掩人耳目 徒儿只能先将其杀掉 不成才能取其精魄 莫愁啊 真是辛苦你了 应该的 师父请坐 嗯 雪瓊 如今投胎在花太师家中 我教她的法术 她已日益经济 但愿 她能早日血油所成 找到何月鲜 才能尽快完成大计 师父 请喝茶 嗯 好 师父 今天你要交什么新招 莫愁啊 你天资聪颖无心高 为师已经没有什么招数 可教你了 你现在缺的就是火候 为师认为 只要你秦家修炼 你的功力一定会大增 莫愁 锦遵师父教导 嗯 不过莫愁这几天 可能要出门一趟 嗯 什么 出门 你要去哪儿啊 今天回府途中 我碰到一个 出言不逊 几言利色的臭小子 我想去查一下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是这样啊 这件事情交给为师办好了 何必亲自驻马呢 不用了师父 我要亲自去 看看他是一个 怎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好吧 不过你一定要小心哪 嗯 嗯 图爱知道了 嗯 酒足寂寞 品尝百姓 百姓照应 谢何万望 我花莫愁 可是爹得掌上明珠 从来就没有人 敢违背我的意思 更别说 跟我顶嘴作对 可这个小子 居然敢顶撞我 这是找死 山上红水方歌 荡荡 淡山相邻 浩浩地 可看他读书的样子 摇头晃脑的 还挺可爱 夏眠岐子 静雲 静雲 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有安歇啊 我看你和沈大哥都还在念书 怕你们肚子饿 所以就出去买了点东西给你们吃 沈大哥那边我已经给他送过去了 静雲 谢谢你 谢什么呀 赶紧喝完了歇息吧 过两天还要考试呢 我会的 你也早点歇息 知道吗 我 我 看你了 如今 我已和景云定下婚约 时俊卿啊 时俊卿 你可一定要争口气啊 否则 怎么对得起景云姑娘 对你的一片真情 又有何颜面回去告诉爹 你已经在外面 私定了终身 原来你叫时俊卿 你倒挺会结实行乐的嘛 临考之前也不紧张 还有心思说说笑笑 使俊卿 这种毒 只有我和我师父有办法解开 我一定要你当着我的面 跪下来求我 我花莫愁 一定要得到你 奇怪 怎么感觉头这么晕呢 老天爷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这么多年来 我走遍了各府中 县大街小巷 可还是没有找到我的家人 我忍受屈辱 四处行骑 为的就是找到我的孩子 心想 凭着他手上的伤疤 我就可以跟我的长子清风相认 可到现在 仍然一无所获 老天爷 难道我的两个儿子 真的不再认识了吗 还有剑柱 从他进京赶考 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难道我此生就无缘跟他相见了吗 老天爷 我求求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呢 就算我有心想找到他们 可是 可是我毕竟有死去的一天 如果这一生 都无法和我的家人相见 那我不就要含恨而终了吗 老天爷 我何云仙 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 为何此生 要遭受福利子散的痛苦 老天爷 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 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 让我们一家人团聚吧 老天爷 谁呀 谁呀 是我沈大哥 你快开门 锦鱼 快开门哪 来了 快开门哪 快开门哪 锦鱼 什么事 你快跟我走 郡卿他 郡卿怎么了 不知为何 郡卿他突然脸色发黑 什么 那你快带我去 沈大哥 你快看 郡卿 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脸怎么会这么黑呀 我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来找他的时候 还好好的 可是我今天一早过来 却发现房门紧紧关着 我心里觉得纳闷 等近来一看 就发现他竟然晕倒在这里 而且 我替他把过脉 他的脉心十分微弱 我怕他 这可怎么办哪 你有没有去找大夫 我 我一时心急 就想着先来找沈公子你 那快 咱们分头去找大夫 好 走 是 怎么了大夫 你心火燥热 无大碍的 回去按我写的药方 抓药煎服 不输几日便会痊愈 按这个方子抓药就行 第一次用四碗水煎成一碗 第二次用三碗水分成八等分 切记 扶三铁就行了 谢谢谢谢 谢谢 那这里要多少钱啊 不用给钱的 不用给钱的 我看你是一个 我看你是一个 禁守孝道之人 好好养好自己的病 才能尽心去孝敬自己的父母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嗯 不行 大夫 怎么讲座啊你 我这胸口啊总是很痛 有时候痛起来 半夜都会惊醒的 你帮我看看 我这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怎么办 都找了好几个大夫了 都治不好菌青 真是太厉害了 光把脉就知道病因 真是神医啊 诶 这位兄弟 不知道你说的那位神医 在哪里啊 就在前面那儿 好 谢谢你啊 哎呀 没救了 什么 没那么严重吧 我只是胸口痛而已 怎么会没救呢 这位大嫂啊 自从你成亲之后 你是否对丈夫不敬 对公婆不孝 还对小姑小姝子 百般刁难 所以你才会心脚痛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家公子 有什么不知道的 只要他把把脉 他什么都知道 你可要小心一点哦 那大夫 那你说我这病 该怎么治才好啊 你的病 无药可医 只要你回去恪守妇导 对丈夫尊敬 对公婆尽孝 用善心 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你的病 自会不要而愈的 我改 我今后一定改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啊 大夫 这位姑娘 有事吗 大夫 我看您的音术 十分高明 不知您可会医毒 医毒 大夫 怎么样 我无能为力 你还是另寝高明吧 没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前来医治的大夫 都说这个病没得治 还都一口同声地说 他一定活不过半个时辰 好 郡亲一定会没命吧 这该如何是好啊 大夫 好 大夫 请 锦鱼 这位是 这位是吕大夫 他说他有办法解毒 真的 嗯 那就麻烦吕大夫了 大夫 请 公子 他种的是什么毒啊 蝎子毒 蝎子 怎么会啊 难道 这客栈不干净 否则 哪来的蝎子 这位红姑娘 你速速去拿盆水来 好 这位 我姓沈 名叫玉朗 这位是我的结拜兄弟 石俊卿 那麻烦沈公子去端碗米酒来 好 走 走 公子 你刚刚为何如此震惊啊 因为这位公子所中的蝎子毒 非一般蝎子所知 像是崔明的蝎子毒 啊 他中的是崔明的蝎子毒 难道崔明也到京城了 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可是就算是崔明到了京城 他为何 要加害于这位公子呢 他们俩有无冤无仇 是啊 那他 那他算是有福气遇到了我 否则再过半个时辰 这位公子就要一密呜呼了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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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轻弹 刺痛 又太云端 谁的思念 三界中 穿越千年 天到齐旋 散不透内心逐渐 六年划不开 善变 天涯网不穿 梦碧为红颜 只为与你相伴 为你许舍千年的缘 不相忘不分散 陪你到永远 为你修心几度轮 翻明月也未免 清廷翻身 来生人共真面 为你许下这千年的缘 不相忘不分散 陪你到永远 为你修心几度轮 翻明月也未免 清廷翻身 剪不断的红线 清廷翻身 剪不断的红线